台中市北吞区东山路二段今天下午30时,惊传火烧车意外,台中市消防局获报后派遣东山分队前往灭火,火势熄灭后在车内驾驶座发现一具胶尸,因尸体已被烧的扭曲变形无法辨识性别,全案目前由台中市第五警分局电视小组厘清死者身份并报警检察官相验。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东山所长李仁诚表示,今天下午30时28分,有民众报案辖内有火烧车案件,消防队灭火后,在轿车的驾驶座发现一名胶尸,因尸体烧毁程度严重无法判断性别,且轿车车牌也已经被拔下,轿车烧毁程度严重无法判断是否是在车内烧炭巡短。 目前正在等待见识小组到长彩正,也将调阅监视器轿车引擎编号,追查死者身份。 台中市北吞区东山路二段今天下午30时许传出火烧车意外,车内发现一具胶尸。 记者陈宏瑞翻射分享,台中市北吞区东山路二段今天下午30时许传出火烧车意外,车内发现一具胶尸。 记者陈宏瑞翻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